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 外部框架的比较视频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外部框架比较之 大家看 React Angular VUE 对吧 这三个著名的外部框架 在咱们2021年 咱们该学哪个呢 比如说您是大学毕业生 应届大学毕业生 今年您就要毕业了 对吧 您准备学习一个框架 然后用于找工作 对吧 全学来不及了 您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那么该选择谁呢 今天小马就给您做视频 把它们比较一下 好不好 也许比较数据比较片面 但是呢对于您的学习呢 我想是有一个参照作用的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今天就是要给您比较这三个框架 大家请看 React 是吧 来自于Facebook 然后呢 Angela 来自于Google 包括VUE 来自于咱们的游大神 是这样啊 这三个外部框架 说起真心话 我当时学习的时候 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学的是Angela 我也没学VUE 我也没学React 我先从Angela入手啊 我忽然间发现啊 原来外部界还可以这样编程 我只要操作数据 就可以产生和用户交互的效果 是这样啊 我在学Angela之前 我用的最多的是GQuery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GQuery 当年GQuery非常流行 对吧 然后出了外部框架 我深深的被这个框架所迷住 所以说呢 最近我一直也是在深入的研究 这三个框架 好不好 OK 那今天呢 我就给您比较一下 这三个框架 好不好 咱们看看小马的比较方法 好 咱们先少续 马上开始 首先GitHub 这三个框架 咱们说都在GitHub上面开源 那么咱们今天就去比较一下 这三个框架在GitHub上面的点赞数和Fog数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然后呢 我会把今天的数据都给您总结出来 咱们一个个来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React 这个是我的官网 最近也已经把它重构住了 并且把它放到这个AWS上 大家请看 Facebook的React 大家请看 点赞数 就是这个星数 START 是163K 相当于是16万.3 对吧 16万3千 非常的不少 然后它Fog数是32.7 对吧 OK 大家看下面 下面我给您准备了一个表格 把它们都给您写出来 对吧 大家请看 我今天正在做课件的时候 点赞数是163K 然后Fog数是32.7 什么叫Fog数 就是别人把他的裤克隆走 别人再去改装 学习都会用 对吧 克隆他的数 对吧 这个叫Fog数 OK 然后咱们再看Angular 看怎么样 Angular数据实在化 我是从它入手 但是它现在 有点走下坡路 大家请看 点赞数是70.6 也就是76000K 对吧 不是 是7600K 然后它的Fog数是18.5K 好 咱们看 70.6K 对吧 对上18.5 我的数据现在是最新了 OK 接下来 咱们再看 咱们游大神的VUE 看一下 看看咱们游大神怎么样 大家看 点赞数是179000 我的个天 然后Fog数是28.1K 28000K 是吧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呢 人气 对吧 人气 所以说大家请看 我在这地方 把这三个框架的数据 都给您总结下来 咱们通过数据分析一下 点赞数最多的是咱们的VUE 对吧 接下来是react 但是Fog数最高的是react 然后是VUE 也就是说 点赞的人VUE多 但是咱们克隆 从这个库去学习的react 相对较多 对吧 uncle了 全都处于劣势 那么通过GitHub来比较的话 我认为VUE稍稍占优 但是Fog数还是落后的 对吧 稍稍占优 OK 咱们比较完GitHub 接下来 咱们干什么 咱们用Google趋势来看一下 这三个关键字的搜索的趋势怎么样 OK 那咱们就试一试 马上给您访问 进入Google趋势 这个Google趋势在国内的朋友 也许您看不到 没关系 小马给您检索 我这个 我看这个是日语的 咱能不能给调成别的 算了 咱今天就日语吧 react 一回车 是这样 它是把各种分类的数据都显示出来 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 大家请看 这一个spade category 这地方 我应该调成 大家请看 互联网通信事业 咱们以这个分类检索 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这个搜索范围 咱们选择全球 4倍进来捆你 对吧 OK 大家请看 现在是react 对不对 接下来 我看这个期间 能不能调一下 把它调成过去5年 咱就调过去5年吧 好 大家请看 react是这个趋势 对吧 接下来我给您加 加什么 加angula 稍等 angula 一回车 大家请看 angula一开始 大家请看 可是处于很火爆阶段 我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当时我什么时候学的 我忘了 我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学了angula 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走下波路 对吧 然后react慢慢就起来 对吧 有这么一个趋势 接下来 再看看咱们的VUE怎么样 注意看 Let's go VUE 大家看 VUE 其实在咱们华人圈 相对比较人气 但是通过全球来看 好像人气度 确实不如react和angula 有这个趋势 对吧 然后是这样 这还不算完 咱们再找找其他的分类 咱们刚才看的是internet的通信 咱们再找一个 这个computer 电话制品 咱们看这个 这是计算机 大家请看 在计算机分类 VUE也是稍微落后 然后react慢慢慢慢的起来 我看一下这个时间 2020年 大家请看 咱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 还是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 正是新冠病毒刚流行的时候 是这样 为什么我通过这个数据来看 VUE再一点点走下降趋势 我个人有个理解 因为这是我也是实际遇到的一件事 就是说什么 我们有个现场 会VUE的人比较多 客户那时候又要选择框架 选型 然后他就让我们去一个team去调查 调查的结果 大家都认为VUE更容易上手 可是客户最终选择了react 为什么 我认为现在有可能 当然咱们中国内部公司 肯定是用VUE的 我觉得是首屈一指 应该是比较多 其实在外国公司 或者说外资公司来说 他们现在可能 我斗胆说 他们有意避开VUE 他们选择ungular 或者是react 那么ungular跟react之间 好像react更人气一点 对吧 所以说现在我看 选择react的公司比较多 所以说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现在您就算会了VUE 但是想让今后您的职场 路更宽的话 我认为应该着手学一下react 通过这个趋势也看得出来 然后通过今后 好多公司避免使用华人的package 也能够看出来 但是我希望VUE越发展越好 对吧 也不希望这个趋势会 怎么说 大家都回避使用华人开发的package 反正我是希望VUE的发展越来越好 但是通过今天咱们这个检索数据 确实看出来 VUE确实还是排在老三的位置 起码通过Google来看 它的人气度并不是很高 对吧 再回到刚才这个internet 是吧 大家对它的关心度 确实不是很高 可能从2000年之后 可能会有这个下降的趋势 对吧 咱们今后再看 好不好 OK 咱们通过Google趋势比较完之后 这还不算完 我再给您做一个干什么 大家请看 工作机会 您要想去找工作 该怎么做呢 我给您采用的是个indeed 好不好 这叫错了 indeed字了 indeed 咱们通过indeed 咱们来看一下 工作机会多不多 我今天准备给您选行两个 一个是indeed Japan 日本 一个是indeed全球 咱们都试一试 好不好 OK 那咱马上开始 我给您访问 indeed 对吧 咱们在这儿敲 敲什么 咱们就是日语版 react 然后一回车 大家注意看 大家看这个位置 求人检索数是2418 对吧 我下面有表格 我这写一下 这个叫做2000 前两天开始还32了 现在是2418 OK 没问题 咱们再搜Angular 好不好 看工作机会 Angular 一回车 大家看 这个是他让我输入一个kimuchi 不输 大家请看 是975 是吧 好 咱们输975 985 你看 比前两天都有所下降 好 最后咱们看VUE VUE 看是2248 2242 大家请看 VUE这两天还有所增长 是吧 大家请看 通过indeed的日本 能看出来 求人数 这个不叫求人数 求人数是日语 就是说求人这个怎么说 招人数 招人数最多的是react 其次是VUE 也就是说 在日本这个市场 起码来看 react跟VUE 并驾齐驱 没有孰胜孰略 但是Angular 稍微有点 怎么说呢 可怜的感觉 是吧 反正我接触的这个项目 还真没有用Angular 是吧 就算我们提案 也都提案用VUE 或者是react 对吧 还真没有用Angular 没有客户主动说 我们公司用Angular 没有啊 我一个都没听到过 所以说Angular 今后的发展 还真是个未知数 但是 还不算完 咱们再搜一下indeed 全球 这个地方应该是敲上 Deed 也错了 咱们试试啊 再给你试一试 日本趋势这个现象 它怎么不让敲全球 我看看 这个怎么改 应该是把前面去掉 是吧 后面这个也去掉 它怎么进全球区 这进不去 这就没法弄了 我看看 能不能把它调成全球区 这 它费的这么点 美国球人 过来了 刚才为什么 刚才我加3W 是吧 OK 不能加3W 好 那咱们的美国区域 咱们试上一试 该怎么做 大家注意看 首先是react 一回撤 大家请看 是62,901 我把这数拷贝过来 我当时做课件的时候 是62,000 这还多了 刚才是488 现在是901 OK 然后再看Angela Angela 注意别敲错了 我敲错Angela没出来 这是不对的 是吧 输入我的 是16,458 是吧 16,000 大家请看 最近还都有所增长 比我当时做文档时 但是日本区有所下降 好 再看VUE 再看咱们的VUE 大家请看 5617 这个位置是吧 5617 56 这也有所增长 5617 是不是只有华人公司 现在在美国去用 这个我不太知道 大家请看 通过数据比较 通过工作机会比较 日本区最多的是react 然后是VUE 美国区最多的也是react 然后是Angela 但是react 大家请看 是压倒性的多事 压倒性 对吧 要是这么来看 通过工作机会来看 react 是完胜其他两个框架 对吧 哪怕是日本区 对吧 它也是完胜两个框架 这个谈谈完胜了 反正他呢 为什么 我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日本区 用不由于相对较多 因为日本区做外包 或者包给华人公司的 这种 Ocean模式比较多 而美国区相对较少 那么干脆咱就使用react 我有这个感觉 然后可能也是根据 2020年之后的那个事 是吧 哪个事咱不说了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技术社区 咱们大家一般 这个订阅技术 多上这个stack overflow 对吧 咱们就比较一下它 看看每个话题 或者说每个框架 都占多少个人气度 铁子数多少 对吧 咱们试一试 这也是非常非常有参考价值 好 咱们请看我现在进来之后 咱们先搜搜react关键字 好不好 试一试 go 他问我是不是机器人 我选择我不是一个机器人 让我输入 剩下这么输 ok 然后大家请看 我搜索react 它出来的帖子数 是2826051 我把它拷贝过来 这是今天最新的结果 比我前两天调查多了点 ok 接下来咱们输入angular 好不好 这个咱们是按照target检索 咱们按照target检索 是比较准确的 对不对 大家请看 angular是245,000 怎么没拷贝过来 5,109,10 拷贝过来 245,109,10 这两天都有所增长 是吧 接下来再看咱们的VUE 这个地方敲 还是按照target检索 敲VUE一回车 那请看 只有72,953 是不是说明 大家不爱在stack overflow上面 去讨论VUE呢 还是说 因为这个stack overflow上面的 中国华人朋友比较少 他们呢 去别的社区讨论VUE 也有可能 反正通过咱们这个技术社区 咱们来看 现在还是react的领先 然后呢 第二名是angular 第三名是VUE OK 通过今天 我给大家的这几个 比较数据来看 我认为 如果您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话 面临了找工作 看您在哪找 如果您要说 准备在这个中国大陆区 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您应该是 学习VUE 同时应该掌握react的知识 如果您要是在 中国大陆区之外 找工作的话 我首先 我首先推荐您 学习react 好不好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来看 我小马视频频道 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 做一做react的教学视频呢 这方面的资源呢 我也是比较多 我能考虑一下 如果您看完我这个视频之后说 希望小马呢 能开一些react的课程的话呢 您给我留言 我呢 好参照大家的意见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文档的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的文档呢 都会分享到我的小马部落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进我的专区下载文档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您会选择哪个呢 2021年 拜拜 拜拜